9月21日 崔健写全新专辑 摇滚交响音乐会 在今举办发布会 据上一张光动 快为一年零九个月之久 崔健表示 他不仅仅是一张现场演奏专辑 还是摇滚乐与交响乐为主题的首次跨界尝试 其实这张专辑早就做好了 因为我两年以前发我的新专辑 我当时实际上就可以拿出来 但是索尼公司他们建议我说 应该先发新专辑后发这张专辑 所以因为我还有另外两张专辑 还得等着发 还有加上羊肉还有三张专辑要发 虽然世界上曾也有过许多 摇滚乐与交响乐成功融合的先例 但最近是全亚洲乐团第一次 以摇滚乐与交响乐为主题的跨界尝试 摇滚和交响看上去有距离感 但曾经表示 在他看来 这两种音乐形式其实是完全相通的 实际上这个过程它是一个人的跨度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音乐形式跨度 所以也不是时间的跨度 音乐给它没大事实在 因为它太抽象了 它没有落空 也没有这个跨界 音乐 爵士 古典 都是通的 我今天没有机会收到爵士 如果说爵士 我可能又有一大套话要说 因为你是一样的 活动当天 北京交响乐团团长谭丽华 和口琴音乐家杨乐 引以崔健好友身份 出席了发布会 并且分享了这场空琴音乐会 台前幕后去世 更有索尼音乐 大陆继台湾地区总裁周建辉 也惊喜健身 赠送了崔健一把特质的小号 象征崔健三十年为起点 吹向摇滚路上新长征 大陆继台湾地区总裁周建议 词